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现在反而是购买新楼盘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所以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那现在为什么来说是最好的时机 作为大家都在预测购买新楼盘 那么有的开发商你要看 他是不是要等待这笔资金马上有下一个楼盘 他在投资已经在建设中 还有的是已经卖的只剩10% 只有10% 百分之20% 还有的是新楼盘刚刚推出来 还没有到市场上就已经开始居家令 那么他就马上需要调整 马上需要有20%签约 他才可以拿到他的很多的新的 下一步进行的一些政策和许可 所以他是有很多的insider的一些理解 你说这个楼盘 OK 他为什么现在调整到已经适合 现在市场的价位了 他就会签约很好 所以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些楼盘中就属于这个类型的 那有的可能是旧的旧的留下来的 大户型的 2000万 1000多万 签约也非常好 就是各种因素都有 那么有的开发商会愿意非常多的谈判 比如说7月份 7月份condo的谈判空间就增加了10% 但是在7月份的是 6月份是只是百分之不到6% 5月份是也将近6% 但7月份相对来说增高比较高 对 所以对纽约有信心 或者说对纽约房地产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一些买家和投资人 都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路式的一个时机 就是说对纽约市场非常了解的 是有一批投资家的 是有一批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入场 知道这个时候一定是可以拿到最好的谈判价位的时候 对 而且我们说到就是纽约 因为不是说这一次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冲击 经受了考验 而是纽约在过去历年来说的话 它都遇到很多的一些考验和风险 但是每一次过后我们看到房地产的表现 都会比上一次要更好 对 纽约经历了无数的危急和无数的危难 过去的十多年 二十多年之中 每一次纽约人真的都是用自己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能量 他们的信心 让这个经济市场重振 那么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现在这一次 这一次疫情 现在本来纽约是最高峰的 最高峰的这个疫情中心 现在反而成了是全美国各州的典范了 而且人们开始逐渐恢复信心 经济开始重启 所以纽约人再一次呢 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强大 那么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节目 都是由您来介绍纽约现在出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楼盘 那这次虽然我们这个播出有一些延迟 但是并不妨碍 现在我们要介绍 这个四栋可以说在近期非常受瞩目的 也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楼盘 那今天我们所在的就是这个楼盘的销售中心 这个楼盘非常有特点 它首先地点是在上东城 而且它是由两栋楼组成的 首先你自己是不是非常喜欢这个楼盘 非常喜欢的 要不然我不会把它放到No.1先首选 而且是最传统的上东区 我们现在就是在上东区 二大道八十街和八十一街之间 要介绍的这栋 Begford House和Begford Tower 它是同一个开发商 在这个二大道的八十街八十一街 一座南座一栋北座 我们叫Begford House and the Tower 我一看到这两个建筑的一个模型 就给我感觉说 它很像和现在纽约市场上很多的一些大玻璃楼 这个外形的造型就有一些不太一样 它给我感觉是更纽约 更经典的这种造型 对不对 它的这个造型一出来 你就马上会感觉到 你就融入了一种纽约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那种风格 和它的最传统的 纽约的所有的这个经典大楼都是用石造的 都是石头漆起来的 它也是 它是使用的Indiana limestone 是最有名的Indiana limestone 两栋大楼全部都是 它有这个它的石头和它的砖一起合并起来 做成最经典的这种设计 而且它的建筑师William Sofield 它是Studio Sofield 它专门以这个 以建造经典传统著名 那比如说它会 最著名的111号C57 就是它的这种金牌设计 它在设计每一栋house 在每个不同区域的时候 它会去这个区域去转去看 然后呢和当地的居民交谈 和感受周边的文外 每次咱们都喜欢谈到它周边的这个 整个建筑的一个特色 环境特色文化 哪一种建筑更适合在上东区 所以它选出来这种经典传统的设计 因为本身上东区就是一个纽约 尤其是曼哈顿 一个非常建筑的一个精华所在 那这个社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它是十几年 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形成 它自己的一种风格和传统 所以它的建筑就像你讲的 它要融入这个社区的一种文脉 所以从外形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经典 那这样的一种设计是设计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精品式的一个建筑 其实就奠定了它一种 保值增值的一种基础 对 保值增值基础 而且它就非常的叫 就是上东区 它就是你想起上东区 就是传统 文化 浓厚 center 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餐厅 最好的艺术中心 在它周边全部都是 而且沿着二大道 有很多的历史古迹 历史建筑 真的是你上下在这几条街走来走去 你就会感觉到 每天是走在历史建筑的文化的长河里面 它是不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个户型都是比较大型的 还是说它的户型的选择也是比较多样的 它的户型 比如说它最小的户型 在backford house里面是没有一居室的 在tower里面最小的一居室要一千多尺 就是大户型 然后接下来就是两居室 三居室 四居室 和这个全层 它很多套的全层 然后还有富士 还有富士 还有这个penthouses 带自己独立的四家花园的 四家露台的penthouses 两栋楼盘户数真的并不多 backford house backford只有32套 backford tower只有72套 加起来才不过100套左右 这样子的户型的设计 是不是也符合居住在上东区的人们的居住的习惯 它并不像中城的一些商务区 有studio 有一些小户型 上东区不是有很多的地 不是可以建很多新楼盘 所以这个新楼盘在上东区 是属于非常少的新楼盘之一的 所以比较受欢迎的楼盘 因为它是适合最现代人的需要 它把它最传统的理念的设计 给融入到最现代的居住方式 和受上东区人所欢迎的 喜欢的方式 超大的空间 有各自独立的 独立的space 有个人空间 家庭空间 有现在更受市场所欢迎的 独立的露台 你自己的home office 小孩的这家school的 schooling的room space 所以说它一切就是 来的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 非常 在过去的pandemic的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会看每个星期的市场关注 这个楼盘签约在400万以上豪宅 有几次不错的记录 而且它非常适合家庭居住 你该讲的很多都是一些大户型 或者全层的 对不对 那因为上东区你该也提到了 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些好学校的 教育水准都很高的这样一个社区 所以也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的入住 对 那如果说这个楼盘本身来说的话 它的建筑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那它内部的设施 是不是同样能够给住户带来 一种居住在上松区的一种享受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来到 它的这个sales gallery的时候 因为事先知道 它的大楼是南座和北座 但并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样的风格 但看到外面就觉得 它已经是很古典 很古典这种风格 就马上就融入了当地的这种文化环境和文脉 进来第一次进来也是 和现在每次进来也是 还是一样 都是比较让我让我惊讶 调高的非常高的层高 它的平均大概都是10尺 11尺12尺 根据你选择的楼层高低来决定 层高空间就非常好 它里面的设计 一会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设计 你会你会觉得非常的spacious 宽大宽阔感到阔气的感觉 而且它使用的材料材质和各种色彩 配置 你就会觉得 我自己也想要住在这里 包括建筑师本身 William Sophie 他也是 他设计的东西 他自己也想要住在这里面 这才是他能设计出最好的作品 对 那这个楼里面的一些设施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是等于说是比较齐全的 这样一种设施 还有是这个大楼里面的公共设施 是不是自己每一栋楼都是独立的 拥有自己的公共的设施 它有两栋吗 它有两栋 首先它的81街的house 它有自己的一个健身房 它有自己的在大堂旁边的健身房 还有一个white bar 还有一个顶楼花园 那么在这个tower里面 其实是有更全的 有更全的有这个basketball court 篮球场 然后有游泳池 有这个私人宴客厅 那么在这个81街的backford house里面的住户 都可以来到这边所使用 至少头五年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免费使用 将来五年之后再怎么样改变 根据两个楼的他们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 但除此之外 它自己楼里面还是有一些 有健身房 有些最基本的一些设施是有的 但大部分的还是在tower里面 我对这两个楼一进来 我感觉就是上东区 包括整个曼哈的纽鱼 应该是建造品质和它的设计风格 都应该是比较高端的 可以说是各方面它的用材 也是非常好的 我就非常地关心 它的价格定位 是定位在什么样一个档次 对 比如说它的平均 这样我们是来说到每平尺 一居士大概在2100 2100 两居士大概2100 2200 2300 每平尺 然后当然你楼层越低 它每平尺的尺数 尺价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到了三居士 四居士大户型的时候 它的每平尺就开始高起来了 大概2500 2600 再往到高层 到高层独立的 独立的全层 覆盖全层的时候 或者是pan house 它就会在 2800 2900每平尺 以至更高 3000块钱每平尺 你要到高层的话 你东旺东河 西旺中央公园 肯定平尺 dollar per square foot 一定是很高的 所以你就知道 它起价是2100开始起的 没平尺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定位 根据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状况 你认为它这样的一个定位 算是准确的一个定位吗 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谈到 你要看开发商 对不对 它过去几个月 它的销售情况 它有没有达到它想要的这个至少 它的这个20%的第一个标准 是要达到20% 然后它之后 它会相对来说 灵活性会比较大 或者相对比较少 根据你的楼层高地来决定 那么它的定位标准 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因为它是它的开价 那你接下来 我们再可以谈一些价位 谈一些价钱 在它的问价上面 在the closing cost 过户方面 我们可以叫开发商 可以去承担一部分 就是我们会在谈价的时候 把它的平尺价位 能够相对来说 给它能够降下来 要根据比例来决定 市场5%的参加空间 对不对 还是6% 还是10% 百分之多少 我们都要具体细节 要具体看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位 但我认为它的定位 比较合理 朱莉娅 在上半栋 我们介绍了 在上东区 非常棒的两栋 姐妹楼 Back4 我们实际上知道 在这个上东区 也是东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现在也是非常受瞩目的一个楼盘 叫Wattdorf 对不对 华尔道夫 在中城 在中城 对对对 在赫赫有名的Park Avenue 公园大道上面 对 一说到华尔道夫 大家对这个名字都非常了解 过去是可以说是全世界享誉 全球的一个酒店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也改建成产权公寓 而且也是在这个疫情之前 开始销售了 这可以说也是非常轰动纽约房地产的一件大事 是的 Wattdorf 永远是Wattdorf Wattdorf 华尔道夫 原来是1400套酒店客房 在被收购 然后开始进行要改造的过程中 其实就开始分成两部分 在19层以下 就是酒店客房 而且它会将 将这个客房做成是纽约最大的客房 最大的房间 然后在不同的入口 它有酒店的入口 然后19层到51层呢 是375套产权公寓 Wattdorf 产权公寓的这个翻新呢 真的是叫什么呢 叫这个 You know A Legend Return 我把它形容为 旷世传奇 它成为纽约最精致的住宅 对 Wattdorf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历史 有故事的这样一栋建筑 我们知道几乎全球的 世界的名人 包括国家的首领 那么来纽约 开联合国大会 很多都录注在 这个华尔道夫酒店 华尔道夫酒店 自1931年开始建成以来 它就是国际政要的家 这里就是王室皇族的家 华尔道夫就是 纽约真正意义上的宫殿 坐落在赫赫有名的 Park Avenue公园大道上面 周围被无数的文化机构 美食餐厅 还有这些华尔街公司 打开银行所包围 人住在里面的人 曾经住过的人 他在创造历史 创造文化 所以让历史涌流传 所以像这样子一个非常经典的 有历史性的一个建筑 过去来说的话 是不可能 你只能是录住一个酒店 但是现在变成是产权公寓 也就是说你可以拥有 现在很多人就可以拥有了 可以拥有华尔道夫了 现在翻新之后只会更好 只会更经典 对 比如说他整个你全部看完之后 你就能感觉到 带的什么呢 带的就是那种 法式的巴黎的浪漫风 然后呢 还有英式伦敦的这种低调和文雅 你又能感觉到美式的住宅的住户的那种 舒适 轻松 豪华和优雅 所以这就是我看过华尔道夫里面 他的销售中心和他的样板房间 和他所有的设计之后 我的英勇所有全部的包括在里面 他把真正的现代的设计和最优秀的装饰艺术 完美地结合起来 本身对他的修复 对华尔道夫的修复 就是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荣耀 而有意义的工程 所以全世界大批的专业的修复建筑专家 聚集到一起 做出最完美的方案 把华尔道夫真的是给他修复到 让历史继续闪耀 它是纽约的缩影 美国的缩影 或一个文化 一个时代 一个世纪的一个缩影 那除了这些之外 在他转换成产权公寓 他的会所 5万尺的会所 全部是住宅 住宅 享用的 5万尺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公共设施 非常非常大 而且是完美的 是同一个法国设计师 他所来设计的 所以我说 不仅是住户 住宅 看完之后 包括他所设计的所有的设施 星光游泳池 冬季花园 夏季花园 无与伦比 我只能说无与伦比 至真居所 就是真的是在华尔道夫 对 其实它户型是多元化的 对不对 对 有很多选择 也有一些小的户型 它反而有 对 它反而有 对 有几十套studio studio 170万起 170万起 一居室 一居室都是在240万起 那我要两居室 两居室起价 475万 475万起价 那不是很大 1000多尺而已 不到1200尺 那么如果说在三居室的话 就在600多万开始起价 然后如果你说要三居室 四居室大户型的 在高层 在转角方 那大概都要1500万到2000万 再高一些 再有私家露台 可能是1700万 1800万 2000万 2500万 是这样起价 所以用他们销售总监的话来说 它将会是 纽约的最顶尖的 优秀的楼盘之一 应该说到 这个华尔道夫非常经典 它是由一个旧的酒店 改造成一个产权公寓 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大楼 对不对 那个是就在中央公园附近 是不是在57街上面 57街 五大道 对 你看这个地址一说出来 57街五大道的 对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皇冠大厦 皇冠大厦 自1921年以来 就已经屹立于此的皇冠大厦 而且它也是纽约新古典建筑派的 这个建筑的最佳代表 最佳典范 它整栋大楼全部现在成为 安曼集团 在15层以下 是83套豪华舒适的酒店客房 15层以上 15层以上到26层 就是22套产权公寓 而且仅有22套 只有22套产权公寓 对 然后上面皇冠 皇冠呢 27282930 皇冠的部分 闪耀的皇冠之巅 那是一套无与伦比 世上仅有的一套顶层公寓 室内室外接待游泳池 世界最无与伦比的 唯一的皇冠大厦的 pain house 而且是 看着中央公园的美景 安曼本身 他在泛语里面是和平 安静的意思 而且他 这个酒店集团 安曼hotel集团 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一个酒店品牌 就是你一旦踏进了 安曼的 这个魔法大门 对吧 一旦走进了 他的魔法大门 就很难不被他吸引 成为一名安曼吃 成为一名安曼 junkie 安曼的是一种安曼哲学 是安曼哲学 他给人更祥和明镜 然后在奢华之中的 祥和明镜 那么安曼的客源 一定是安曼 junkie 一定是安曼吃 来自世界各地的安曼吃 二十几套 仅有的二十几套产权公寓 不在市场上 已经销售的将近超过一半 因为全球安曼 是有一批全球安曼吃的 对 就是安曼的追随者 他的追随者 他有个名字 叫安曼吃 我们说了这么久 对不对 那么安曼他的哲学理念就是 他在全球各地的 每一个度假村 每一个酒店 他的所设计都蕴含了 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尊敬和敬意 所以你看每一栋 你看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他所享受的这种理念和概念 他叫什么 于城市中心品安曼哲学 尤其在曼哈顿 在最繁华的第五大道 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大道的中心 他建立了一处 无与伦比的这种明镜之所 明镜之所 他设有安曼会员俱乐部 安曼会员俱乐部住户 就可以自动成为安曼会员俱乐部的成员 他的会所理疗中心 就自己的七层八层九层三层 只给安曼会员住客住户使用 不对外开放的 里面有雪茄吧 有平台酒吧 平台酒吧就是放眼中央公园 而且有很多 他里面有很多大户型 他最小的一居室 465万起 600多万700多万 就三套一居室 然后就是两居室 两居室是2000多时 先350万 2340万 然后再三居室和全层 3500万 全层的话就是5940万到8500万 是这样的级别的 所以你想你不是安曼吃的话 你可能被先看他的价位 你说一居室就要最便宜的 465万 其他的一居室600多万700多万 都已经签约了 他所传达的理念就是 我不是奢侈 而我是这种优雅 奢侈奢华 它和金钱相关 但是优雅 是和内涵 和知识相关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优雅风 安曼的优雅风 吸引到真正享受 和欣赏安曼内涵的 这些客户 所以你看看 在纽约岛上面 尤其是曼哈顿 这个小岛上面 我们说是不是住房已经饱和了 是不是整个的一个公寓发展 已经达到了一个平静了 但是今天我们挖掘出来 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大楼 实际上是重新焕发了 它这种居住的魅力 建筑的一种魅力 给城市可以说是增添了很多的一些色彩 它其实是可以融合各种各样的一种风格在里面 对 所以咱们介绍的每个楼盘 你想上东区有上东区的风格 就是要上东区的味道 对吧 华尔道夫 那我就是要华尔道夫 那I'm not 我就是I'm not junkie Let me OK I may be I'm not right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下一栋楼盘 那就是在艺术的中心 在一定是要创新利益的中心的 Chelsea High Line 高线公园旁边的Lantern House 登龙公馆 所以这个Lantern House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给高线公园 所有的这些新型的建筑 又增添了一笔 可以说这笔真的是太漂亮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种楼的造型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高线公园的沿线 就是世界各地最有名的建筑师的竞技场 这个Lantern House来说的话 它又是一种风格 它这种风格就是非常的现代 很有个性 然后非常符合Chelsea那边的一种建筑的一种风格 对 那个地方就是活力嘛 西皮文艺的Chelsea嘛 西皮文艺的Chelsea 对不对 是在十八街 然后呢沿着高线公园 它是分东座和西座 然后呢两个把这高线公园给夹在中间 对 然后高线公园下面呢 它有两根长长高高的高线公园的铁柱 就是它的大唐的其中一部分 完美地将这种生态环境 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豪华的室内来了 然后周边是大堂 它两个楼实际上是中间就是用大堂给衔接起来 用大堂给衔接起来 就在高线桥的底下面 对 把这个空间也利用起来 两根高高的柱子是它的室内的一部分 包括一些绿植 所以它的大堂之后 然后全部是落地窗玻璃 就是将这个自然生态和室内完美地结合 还有很多的绿色绿意 从然全部都在里面 对 你该说它这个窗户啊 它有点像灯笼这种造型 它有不同的一些角度 然后拖出来 实际上这是确实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是 不是仅仅是一个外表的一种标新立意 实际上它是把一种更好的采光 和周围的一个环境融入到这个屋内了 对不对 而且它价位比较好 它价位比较好 因为咱们做了这么多期的高线公园节目 你知道高线公园原来最低的都是两房 没有一居室 就是新楼盘中 没有一居室 都是两房起家 它这里面呢 就是根据市场来调整过它的价钱 它价位的 所以它一居室139万5起的 几乎都销售一空 现在已经到了最低价位的 一居室179万5了 所以它这个价格的定位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符合当下市场 对 买家的一种期望值 是的 所以你看真正是好的 只要你建造品质好 地点位置好 有名的开发商 很好的设计师 瑞联集团 对不对 瑞联集团在哈森亚的 它自己的南大门的地方 又开启了一栋新的大楼 而且这新的大楼是可集的 可储到的 可以购买到的 不像当初哈森亚的 简直是炙手可热 买都买不到 依据是200多万起 对吧 它这13040万起 所以为什么现在它 是销售最好的楼盘之一 所以好的楼盘 适合的价格 在这个市场上 永远是抢手的 对 开发商本身 对不对 开发商本身的品质 细腻也好 然后设计师 现在最有名的设计师 对吧 设计了 The Vessel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介绍的 这个四个楼盘 我是觉得在未来 可能再过五六年回头来看 这些建筑实际上都是经典 都是经典在纽约 而且都是值得能够 不仅是作为一个居住 也可以作为一个保值增值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富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咱们介绍 这么多年新楼盘 到现在为止 这可能这几套楼盘 都是叹为观止的 把纽约全部看一看 赶快将它拥入怀中 就对了 对 非常谢谢朱莉 每次给你做节目 都是非常的愉快 我们也期待说 下半年的这个新楼盘 很快就要录制下半年了 然后很快就要做 今年的地产大事迹总结了 因为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见了 接下来只有几个月 今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可能要减罗绿谷了 开始进行 OK 谢谢 谢谢陈庸的邀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